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希望大家能给堂堂点个赞,你们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带孙老人给女儿的一封信。 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妈妈,很多人都看哭了。 极具中国家庭特点的祖辈带孙现象,任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 皆因隔代教养不仅对孙辈的成长有利有弊,而且往往还会影响到一家三代的和睦相处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,越来越多年轻家长因为工作繁忙,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,于是绝大多数都选择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。 为了子女安心打拼,老人们牺牲自己的晚年生活,接过了代孙的重担。 都说落叶归根,但很多中老年人却为了替儿女带好孙辈,漂泊在外。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又有谁知道。 最近一位帮女儿带孩子的姥姥写了一封信。 女儿,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妈妈。 看哭了很多人,一起来看看吧。 小雅,给你带孩子已经四年了。 今天早上,你叔叔打电话说,你爸一个人在家里,血压高到了一百八,头晕差点没撞到树上。 他问我是不是只管小的,就不顾老的了。 话虽然苛刻,但就是这么个理儿。 我在心里也同样问过自己好多遍。 你爸也六十多了,还在打工。 他说是为了锻炼身体,我知道他是想多赚个养老钱。 你爸干活累了,就爱喝口酒,却还高血压。 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,我夜里做梦,都是他一个人倒在地上,无人管的样子。 可是我也会舍不得果果。 你们下班回来了,我思前想后,还是说,小雅,我想回去看看。 你和果爸都很惊讶,工作正忙,每天都加班。 我突然回家,孩子怎么办? 我看到了你们眼神里的不满。 我不敢说你爸病了,只是念叨着想你姨妈了。 家里的花花草草都被你爸养子了,我想回去拿几件衣服。 我爸没说什么,抱着孩子下楼了。 你问我,家里有什么急事吗? 我说,没有。 你又给你爸打电话。 你爸说家里都挺好,不需要我回去。 之后,你把过碗瓢盆洗得乒乓响。 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,劳力纵横。 手心手背都是肉,你让我使了谁呢?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理解你妈呢? 为了你活得像个样,不是保姆,不是怨妇,妈连命都舍得。 要不是真的遇到难处,妈能不管你吗? 你生果果的时候在产房折腾了两天,可是宫口开到五指就不再开了,各种催产药都用过了,也不见动静。 看着你铺头购面的样子,满脸都是邪点,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。 你婆婆包了羊肉馅儿小子,说能量高,追着让你吃,你一口一口地硬往下噎。 你从小不喜欢吃羊肉,家里吃火锅的时候,我和你爸都不会下半点羊肉。 现在为了你,你就像是一台汽车一样,馆子里的油喝下去,希望可以变成发动剂里面的力气。 我说吃吧,吃了好有力气。 一会儿又去检查,医生说胎心变弱了,要立刻剖工产。 刚才吃进去的饺子可能吸入肺部,增添了手术的风险。 你的眼泪巴搭巴搭往下掉,说只要孩子好,怎么样都行。 我不敢说,一个接着想,不让你吃那几个饺子就好了,你好,我怎么样都行。 果果奶奶没时间,你说自己带孩子,抱孩子没几天,脚后跟儿疼,手腕儿疼,尿布满屋子都是。 吃不好睡不好的你,像个炸药包。 公司催你去上班,你说不去了,孩子最重要。 出门还穿着孕妇装,原本漂亮的你,烹头垢面,一下子老了十岁。 因为一点小事,你跟果爸吵了起来。 果爸气极了话赶话说,我一个人赚钱养家,你就看个孩子,不但看不好,还跟个孕妇似的。 你气得呜呜大哭。 我恨不得打这个小子一巴掌,我好好一个闺女,给你生儿育女,都泪成什么样了,你还说风凉话。 我拉起你说,跟妈回家,爸妈能养你,不用在这受气。 果爸说,自己也没有说啥,当老人的怎么能这么挑事呢? 我心里翻江倒海,可是还没说啥,毕竟果爸不是总这样,你还想和他过下去。 果爸去上班了,我不忍心留下你一个人守着,凌乱不堪的房间和哇哇哭的奶娃娃。 你能是一个好媳妇,好妈妈,可是那不是我的希望,我只希望你成为最好的小雅,健康阳光的小雅。 没办法,我把你爸扔在家,进城给你看孩子。 果果一天天长大,你说能陪着大孙长大多幸福,可是你只说对了一半。 幸福,可也痛苦着。 孩子生病了,你说是不是穿多了,还是风吹着了? 不是说少下楼吗?又带到人多的地方去了。 孩子吃了,你说好像闲了一点。 孩子小,家重脏气负担。 孩子不吃,你说可能是没做好,孩子才吃得少。 孩子淘气,你说都是平时太宠他了,没听下规矩,没养成好习惯。 给你看个孩子真的不容易,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难的事。 整天小心翼翼,还是漏洞百出。 为了你们,这些我都认了。 可是今天你说让我回去,没事不用来了。 自己咋都能把孩子带大? 你觉得我心里该是个什么样的滋味? 车来了,看着你们的背影,我的泪流了一路。 前半程我就想,我说啥也不来了,回家和你爸粗茶淡饭,也是好日子。 你也大了,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吧。 我老了,除了病,没啥能耐了。 后半程我又想,能帮就帮吧。 我这一辈子不就图你能过得好点吗? 老了跟自己的闺女知啥气? 折腾来折腾去,不还是果果受罪吗? 你爸要是没啥事,我这几天就回,爱你的妈妈。 这封信看过无数人。 信中的妈妈只是我国1800万老飘族中的一个缩影, 他们放不下儿女,回不了了家。 老飘族指的是为了帮助儿女照顾小孩, 背井离乡来到子女工作的城市的老年人。 据国家魏纪委统计,在全国2.47亿流动人口中, 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。 占了7.2%。 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,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。 其中照顾晚辈比例高达43%。 老飘族有四怕,一怕孩子出事。 北飘12年的盛阿姨, 带孩子出门就提心吊胆, 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 孩子怕摔,怕磕碰,怕被抱走,怕走丢。 他说,给儿子带孩子,压力要比以前给自己带孩子大得多。 万一孩子有什么闪失,他没法和儿子交代。 二怕产生家庭矛盾。 尚阿姨退休前在老家医院工作, 孙女生病了,她知道怎么照顾。 但是在北京,她说自己要当做从没有在医院工作的经验, 只听孩子妈妈的。 不然两代人的看法不同,很容易产生矛盾。 而两代人同住在一起之后, 在生活习惯,思维方式,育儿方法多方面,存在差异。 处理不好,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紧张。 同样是老飘族的压力源之一。 三怕在他乡生病。 这些家庭矛盾或许可以通过日常增加沟通,慢慢化解。 但老飘族还有一大新病化解不了,怕生病。 64岁,北飘四年的陈阿姨提起自己。 上一次在北京生病的经历还觉得愧疚, 老伴儿、亲家都从老家赶来了。 管孩子的管孩子,管我的管我,给孩子听了很多乱。 此外,老飘族在北京就医,却只能回参保地报销, 并且手续复杂,报销比例也不高。 也让他们小病就粗略制止。 有时自己开药,有时干脆硬扛。 自怕想起家乡,孤独感随着年纪的增长,愈加强烈。 老人都想就落叶归根,越老就越想自己的老家。 71岁的王阿姨告诉我们,她北飘11年, 做梦梦境的全都是老家的人。 谁也不想在一个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。 对于一些家庭来说,让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, 都是生活无奈,被迫地选择。 但是年轻人除了自己的孩子,也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多思考。 老漂族可以说是中国城镇化进城时代发展的产物。 一面是双职工家庭无法照顾孩子的现实, 一面是老人们奔波不停的晚年。 对于老漂族您怎么看呢? 在留言区说说吧。 今天的分享到就结束了, 大家别忘了给他们点个赞。 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堂堂互动, 你们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